大家好,歡迎回到十七系列 今個星期我們來到九龍站上居的玄芳 三觀五星級酒店W Hotel 在九龍站沿著商場指示牌下 就會見到酒店的側門 一進去就是中餐廳聖宴 如果你是開車的話 就會在酒店的正門進入 順便可以欣賞一下酒店的摩天外景 酒店的櫃桌在六樓 要搭升降機上去 順便可以搶先感受一下酒店的招牌東九龍海景 楊小編這輩子從來未住過套房 今次落重本要徹底敗家 不過其實今次的套票會回贈2000元的餐飲消費額 計起來都頗抵 一不做二不休 難得來跟大家介紹 不要浪費機會 訂購兩種套房 今天就先來介紹最基本的 Fantastic Suite奇幻套房 來到樓層走廊 會見到很有書卷味的設計風格 無論是按升降機的按鈕 還是房的門中 都帶著一種歐洲童話的氣色 可見這裡並不是走一般不升級酒店的路線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房看看 經過長長的走廊 我們首先來到客廳 透過落地大玻璃窗 一片寬闊的西九龍海景盡收眼底 廣場內的船隻正正躺餓 波光輪輪不非尚之優美 立即有一種脫離了城市煩囂的感覺 客廳內有L型梳法 電視 電視同時配備藍牙喇叭 可以入你播歌 電視櫃同時發生成迷你吧 咖啡機、膠囊 還有櫃桶內的茶包 數量和種類不多 不過是免費使用的 其餘的飲品和零食 就要另外收費 而且是不可以用套票入面的 餐飲消費和抵消的 大家要記得啦 再向右邊走會才見到辦公桌 可以對著個美美海景做事 桌面上有兩套防疫用品 文具、餐牌等等 場上就是一些開關和插頭位置 全部放在一起 越過辦公桌 後面的兩道門通往睡房 Kingsize 的雙人床 兩邊都有夜燈和Control Panel 可以調校燈光分暗和窗簾的開關 而床頭的兩支水都是免費享用的 房內同樣有落地玻璃窗 不過相對來說 城市景的部分就比較多 旁邊那棟大廈就比較搶鏡 不及客廳的景色 來得那麼吸引 房內有個小小的衣帽間 地方真是小的 和一個普通的衣櫃差不多 所以如果關門之後 你想轉身真的會有點難度 楊小編就寧願拉窗簾在睡房門算了 因為裡面的地方真是很小 不過玻璃、額外的枕頭 和拖鞋等等的用品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睡房右邊的門通向玉室 玉室的牆壁全部都採用黑灰色的石材 加上是沒有窗的 所以整個空間好像一個密閉的凍窖 雖然空間很大 但你會覺得自己去了一個地洞 不會覺得我要在這裡好好享受一下 玉室和淋浴間並沒有分隔開 雖然不方便兩個人同時洗澡 但方便你浸完玉後可以立即洗澡 真正的缺點是 浴缸水喉出來的水是不夠熱的 沒有那種浸下去很舒服很relax的感覺 木條用品放在浴缸旁邊的薄道 採用意大利品牌Device的MOMO系列 偏草本的味道 不算好刺激 但亦都不是非常討好的味道 另外還有菜瓜布和一大包的肉鹽 肉鹽溶得比較慢 但亦都沒有特別香氣 洗澡盆是用雙水龍頭設計的 標準套房配備 不過喉管的尺寸做得比較短 水控而會寫光出來 旁邊放了鋼洗和護膚用品 清潔箱和護膚箱都是自家品牌的 不過味道不是特別好聞 大家會見到還有三支水 高生的那支Evian是要收費的 但價錢寫得很小 加上另外矮的兩支又寫著免費 差一點就誤會了 而Dyson封筒就不是套房專屬 W的所有客房都是用Dyson 所以不捨得買的朋友 就記得用多幾次了 穿過玉塞的另一道門 就會回到正門的走廊 所以整個套房是採用圓環式的設計 扭一圈之後就會回到圓點 加上將套門造成鏡面設計 增加空間感之餘 亦都有種四通八得的感覺 不過其中一位楊少編疾反映 因為太多鏡 經常以為是通道 結果很容易撞牆 整體來說 Fantastic Suite 採用深灰色作為主色調 長身搭配鮮黃色的樹紋 偏向現代風又不失格調的設計 營造了一種高級的氛圍 但同時不會過於沉實和昏暗 從平面後可以見到房間屬於鑽石型階段位 而設計師亦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間 將套房的必要元素都塞進去 不過相對來說 通道就會變得比較窄 有少少壓迫感 特別是當你看到高一級的套房之後 就很容易會忘記 其實這裡足足有七八尺的空間 只不過要塞進去的東西實在太多 但以一間基本的套房來說 絕對是合格優遇 如果預算有限 推介大家手上這款套房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覺得意猶未盡的話 就記得留意下一集 我們會為大家介紹高一級的非凡套房 Marvelous Sweet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下條片再見